我們苗栗欠民間黨一個人結 選前倒數時刻 前苗栗縣長徐耀昌大土肺腑之言 道出苗栗財政窘禁食 求助執政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卻碰壁 十號深夜 徐耀昌突然在臉書發出簽字文 吐露心聲 他說苗栗人這麼相信黨 為何藍天執政下的土地會如此平級 誠實地說 苗栗財政轉為為安 極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來自綠營執政下的鼎立支持 這次的選舉 民進黨的高層 至少五六個 包括賴清德 很多的高層都到我那邊去拜訪 讓我們也樂觀犧牲 相對的 國民黨沒有一個人來找我做幫忙 連一通電話都沒有 真是讓我感覺到很失望的 語氣中盡是無奈 徐耀昌更提到 有些人的年少無知可以被原諒 被檢視 但有些人卻不行 因為他們的背景太過沉重 無論放在過去或未來都很致命 我們所揭露的邱市長的這些東西 或許大家都有所耳聞 而作為過去曾經是縣長的徐耀昌 我相信他當然一定也都知道這些事情 鄉親已經既定該選擇誰 就已經確定是選擇誰了 那我想這個應該不會有太大的一個改變 敏感議題 邱政軍本人迴避改派 發言人上陣 刻意淡化 而徐耀昌 簽字文震撼彈 是否鬆動藍銀鐵票倉 成為綠營翻轉關鍵 後續效應正在發酵 好 我們來看這是徐耀昌前縣長 他講 他說 我當時當縣長的時候 帶著縣府各局處 北上行政院 向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求助 但是說他沒錢啦 國民黨說 我不是做勘強的 不是做仲介的 反而最後對苗栗伸出援手的 竟然是我一路以來對抗的民進黨政府 他也說 郭台銘 台銘兄 不要再為這個黨留任何一滴淚了 他們不值得 在你付出滿腔熱血之後 卻成為他們消費利用的棄子 郭台銘兄 你講 你看到這一段話 你會不會想跳檔 為什麼會跳檔 你知道會變棄子嗎 不會啦 加入一下政黨 會不會想跳 加入政黨是自己的選擇 然後自己其實努力為這政黨付出跟努力 那先講一下徐耀昌的部分 徐耀昌過去是國民黨籍的苗栗縣縣長 那也當中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 他這一次其實去年在五月初選的時候 也是爭取所謂國民黨立法委員的初選 當然他後來落敗了 落敗之後去年八月開始支持郭台銘 那就是不支持侯友宜 那脈絡大概是這樣子 從徐耀昌的發言可以看得出來 他跟國民黨到 我不知道跟誰真的是有深仇大恨 怎麼講 趙少康今天受訪的時候有說 兩個禮拜之前 趙少康跟好龍斌有去苗栗 好 就去拉票 徐耀昌本人有出來 然後還幫他介紹十幾個苗栗地方的大佬 換句話說 徐耀昌對趙少康對好龍斌 就是覺得都是自己人 當時是演給好龍斌趙少康看的 沒有 他現在就不演 現在不演了不是嗎 就是說他如果要演的話 他現在還是可以演給朱立倫看 就是說就是演給國民黨看 沒有 我覺得他一定有內部的這樣子一個衝突 跟他自己的不舒服 包含他講到行政院的事情 那今天張三昌政有出來還原 因為當時是國民黨已經要政權交替的時候 行政院長是毛治國 那副院長就是張三昌政 那徐耀昌去找 毛治國對於徐耀昌是說 當然苗栗的財政 從前現場到徐耀昌 其實後來大家都知道財政不太好 那不太好的狀況之下 那個毛治國是說 反正你財政紀律該檢討的部分 該補充的部分你先處理 那後續行政院該怎麼幫忙的話 我們再幫忙 那或許他覺得這個不夠直接 因為我們都自己擋了 你應該無條件的挺之類的 那內容的部分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外人不得而知 但造成他現在有這樣子一個怨恨感 也的確影響了國民黨在苗栗的一個選票 畢竟他過去是苗栗縣現場 那還有今天有媒體問中東景 大家看到中東景不是在那個廣告裡面 跳出來說也支持侯儀趙少康嗎 中東景對習耀昌說要鄉能衛黨 就是 他現在鄉能衛黨 或忍不住已經吐出來了 還收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當然 徐耀昌部分 如果國民黨真的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對不起他的話 我覺得包含黨主席 包含我們其實要再努力 畢竟他過去是國民黨的一份子 那另外我再講一下 剛剛講到郭台銘的部分 這兩天的確網路上有一個 這個郭台銘這個 我們宣布要支持侯儀趙少康 也蠻長的文章 真的假的 今天有人 昨天晚上就有人傳給我 今天有人傳給我 那傳給我就因為他覺得 我在黨內應該可以去查證 我就幫他們查了一下 我剛開始查不到來源 然後我就說 這應該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因為其實郭台銘本人 沒有任何的表態 沒有他的辦公室也沒任何的說明 所以我說那不要再傳了 因為有可能是有人偽造去寫的 那後來其實包含剛剛有個新聞出來 這段文字是宣明志寫的 宣明志代筆 那他原本是說寫好之後 希望就是說 他跟郭台銘一起連署簽名 但目前郭台銘還沒有簽名 宣明志寫的 但是發出來竟然是郭台銘本人 沒有沒有他沒有收過郭台銘本人 就是他那個用 在郭台銘的臉書上不是嗎 沒有臉書沒有 臉書沒有 如果臉書有的話就郭台銘先 我們都誤會了 我們都覺得就是郭台銘自己發生的話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還是要等到郭台銘自己出來 去確認這個事情 但目前的狀況是這樣子 但同樣的 民眾黨也在做一件事 我給大家看 我這兩天也是一直收到 這個 你說類似的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郭台銘 然後他背著柯文哲的氣球 然後出來民眾黨 這幾天 一直說郭台銘支持民眾黨 那我再給大家看下一個圖 第二張看一下 第二張是什麼 郭台銘後面在什麼 高雄安後面寫15號 4年前郭台銘幫高雄安助選 然後說政黨票支持民眾黨 當時因為他們政黨合作 然後郭台銘的照片 他們把他就截取 然後第一張還把高雄安切掉 只留郭台銘一個人 就說郭台銘現在支持民眾黨 支持阿伯了 彼此都在做這種無聊的事情 我覺得郭台銘今天 要不要出來支持誰 以他本人講話最後做定奪 所以按照議員所說的 這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批土歪 對啊 所以我就說 這次台灣的民主選舉 怎麼會搞到都是在造謠比賽 特別是在藍白陣營 白銀的人最喜歡講說 哇他們要終結藍綠惡鬥 但不要忘記 現在鬥得最兇的是誰 是藍白啊 那如果說藍綠在惡鬥的話 加上你白惡鬥不是三黨惡鬥嗎 我覺得這真的是 讓人家看不下去的一點 剛才講到了徐耀昌 徐耀昌當時接苗栗的這個慘況 其實我們大家回想起來 你去Google一下新聞 你都還Google的到 當時他的問題是發不出薪水 連錢都發不出來 年終獎金發不出來 公務人員都沒錢 所以這個對於一個縣長來講的話 我12月25號剛上任 結果年終獎金發不出來 還連薪水都發不出來 這怎麼得了 所以他當然就抽屜一開 全部都是借條 這是第一個 他要趕快去籌措 所有苗栗縣政府的公務人員 他們最基本的薪水 還有年終獎金 因為馬上要過年了 所以當時他才會北上 帶了一堆人去向行政院求援 這是第一個背景 第二個背景是 因為在前任 前一任的在苗栗縣長的時候 就造成了苗栗縣政府 很多好大喜功的工程 所以在徐耀昌的任內 很多苗栗縣的這些的中小企業 因為苗栗縣政府 縣庫休難 沒有辦法發包出去 很多的工作都欠債 欠債導致於 這一些的公司行號倒閉 所以他不解決公務人員的薪資的問題 也要趕快去解決一些民間的公司 他們當時是跟苗栗縣政府有合約關係 但現在苗栗縣政府居然要 居然要跑三點半 要倒債的這種情況 他要解決的是這個問題 結果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毛治國 以及副院長張善政 我不是做仲介的 我不是做仲介的 那這句話 就讓徐耀昌當時是 真的是覺得非常心寒意冷 那所以他講的 要不是民進黨政府 要不是小英大筆一揮 然後解決了當時他的一些債務 後來在前瞻基礎建設的時候 又給苗栗很多 苗栗本來要自籌款的 拿籌不出錢來的 那是由競爭型的計畫來幫忙 甚至在水利的部分 那也是這個幫苗栗 在寶山水庫的這部分 做了很多很多的這個幫忙 所以苗栗縣政府才可以在那個時候 慢慢的去調整他們的財務 那他還有第二段 他講到 我覺得這真的是關鍵 這個真的不曉得像以前朱立倫講說 半夜沒人沒車 坐在電腦前面 這個午夜夢回的時候 我不曉得這個徐耀昌昨天 是不是也是午夜夢回的時候 發這篇文 他是怎麼講的 他說委屈了 含淚投票的這個鄉親父老們 一定是指苗栗 他指他自己 他對於他故鄉要長大旗的人 他都寮若指掌 然後接下來他說 他瞭解這塊土地上 每一個人的故事跟歷史 有些人的年少無知可以被原諒 我認為他在講的是中東井 年少無知被原諒 所以大家已經投給中東井了 中東井到目前為止做的 至少在苗栗縣沒有說大的 這個這個很恐怖的地方 雖然說他過去有一些的這個背景 有一些的故事 但至少到目前為止 苗栗縣並沒有大齒齒齒 但他接下來他說 但有些人卻不行 因為他們的背景太過沉重 不論放在過去或放在未來 都很致命 他在講的是誰 剛才維園已經跟我們講答案了 因為他這次他是 因為中東井已經是過去式了 已經翻頁了 還有現在進行式的 對 就是他上次在選立委 要參加國民黨初選 他因此而落敗 那是誰 就苗栗的邱政君嘛 要選中山北中山的王鴻威 昨天晚上找老公陶允鎮 來掃街敗票 遇到民眾給他抗議 陶允鎮的反應是 比中止 反應過電視 interesante … 中山